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家内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达尔文的逝者生存 vs.哈克斯利的进化极变 2.牛顿的万有引力 vs.勒萨热的漩涡理论 3.弗莱明的青霉素 vs.佛洛里的炼霉素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达尔文的逝者生存 vs.哈克斯利的进化极变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两位绅士的理论 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查尔斯·达尔文 另一位则是他的好友 也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哈克斯利 他们的理论就像是生物学界的乌龟与兔子故事 一个主张慢慢来,一个喜欢快速跳跃 首先,我们有达尔文先生 他在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 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然选择理论 达尔文认为,物种的演化是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过程 就像是自然界的一场马拉松比赛 只有最适应环境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 这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 想象一下,一群乌龟在慢悠悠地前进 最终只有那些能找到水和食物的乌龟 能够存活并传宗接代 然而,哈克斯利先生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 他支持一种叫做进化极变的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物种的演化并不总是慢慢腾腾的 而是可以通过突然的大规模的变化来实现 这就像是生物界的兔子,它们不是慢慢跑 而是偶尔会跳一大步,然后再休息一会儿 哈克斯利认为,这些即便可能是由环境的剧烈变化 或者其他压力引起的导致一些物种快速适应 而其他的则灭绝 现在,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描绘这两种理论 想象一下,达尔文和哈克斯利在一场化妆舞会上 达尔文穿着乌龟的服装 而哈克斯利则是一只兔子 达尔文慢悠悠地品尝着他的蔬菜沙拉 而哈克斯利则在舞池中快速跳跃 每次跳跃都让他的耳朵飘扬 达尔文微笑着对哈克斯利说 亲爱的托马斯,你的舞步虽然迅速 但别忘了,是持久的乌龟赢得了比赛 哈克斯利则回应道 查尔斯,我的好朋友 但有时候,一次飞跃就能直接到达终点 在现实的科学界 这两种理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实际上,现代的进化生物学认为 物种的演化可能既包括了达尔文的逐步变化 也包括了哈克斯利的极变 这就像是乌龟和兔子最终携手合作 一起探索生物多样性的奥秘 而我们,作为观察者 不断地从他们的故事中学习 理解生命的复杂性和美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牛顿的万有引力VS勒萨热的漩涡理论 好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两位科学界的重量级选手 艾萨克、牛顿和勒内、勒萨热 以及他们在宇宙理论摔跤赛中的精彩对决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穿越时空 回到了科学史上的一场思想较量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牛顿这位英国的重磅炸弹 牛顿先生不仅是个数学天才 还是物理学的超级巨星 他在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简称原理 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说 宇宙中的每一个物体都在用一种无形的力量相互吸引 这种力量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 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就像宇宙间的每个物体都在用隐形的橡皮筋相互牵引一样 牛顿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苹果会落地 为什么月亮不会飞离地球 甚至为什么行星会围绕太阳旋转 简直就是科学界的瑞士军刀 然而,在法国 有位名叫勒萨热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 勒萨热认为 宇宙充满了一种叫做以太的微妙物质 而行星则是在这种以太中的漩涡中漂浮的 想象一下 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浴缸 行星就像是浴缸里的小象皮鸭 被水流的漩涡带着旋转 勒萨热的理论 在当时的法国科学界颇受欢迎 因为它不仅听起来很失忆 而且还符合笛卡尔的哲学思想 但是 就像现代电视选秀节目中的对决一样 总有一个理论要被淘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 引起强大的预测能力和数学上的严谨性 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勒萨热的漩涡理论虽然很有想象力 但在实验和观测数据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最终 它就像被牛顿的引力吸引的苹果一样 从科学界的树上落了下来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这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 和勒萨热的漩涡理论之间的较量 虽然勒萨热的理论 在科学史的舞台上退居二线 但它仍然是 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重要一步 而牛顿的理论 至今仍是我们理解和描述宇宙的基石之一 不过 记住 科学永远在进步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会有新的理论出现 让牛顿的苹果再次飞向天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弗莱明的青霉素 VS佛洛里的炼霉素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为您讲述这两位微生物学界的摇滚明星 亚历山大 弗莱明和塞尔曼 瓦克斯曼之间的药用决斗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 弗莱明 这位英国绅士 在1928年 不小心发现了青霉素 这可不是 因为他的实验室 像现代的无菌式那样 一尘不染 恰恰相反 他的实验室 比一位14岁少年的卧室 还要乱七八糟 有一天 弗莱明发现 他的一个培养民里的细菌 被一种神秘的霉菌杀死了 这种霉菌就是青霉菌 而它分泌的物质 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青霉素 这种药物 不仅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还开启了抗生素时代 弗莱明因此获得了 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他的发现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之一 然而 就在弗莱明的青霉素 开始大方一彩的时候 另一位科学家 塞尔曼 瓦克斯曼登上了舞台 瓦克斯曼是一位出生在乌克兰的 美国微生物学家 他在1943年 发现了炼霉素 这种药物 是从土壤细菌炼霉菌中提取的 它是第一个成功治疗结合病的抗生素 瓦克斯曼因此获得了 195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他的发现不仅挽救了无数结合病患者的生命 还证明了土壤微生物是潜在的抗生素宝库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药物的对决 青霉素是一种广普抗生素 它对许多格兰式阳性菌 和一些格兰式阴性菌都有效 它就像是一个不挑食的美食家 愿意尝试各种不同的细菌菜药 而炼霉素 则更像是一个挑剔的美食家 它专门针对那些难以治疗的结合杆菌 这两种药物都有自己的专长 就像两位厨师在厨艺大赛中展示他们的拿手好菜 但是 不要以为这场药物之战是一场温和的茶会 这两种抗生素的发现 引发了一场关于专利和荣誉的激烈争论 瓦克斯曼和他的团队 因为炼霉素的专利问题 与鲁格斯大学发生了冲突 而弗莱明则因为他在青霉素的商业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而受到了一些批评 最终 这两种药物都在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的发现 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疾病的治疗方式 还启发了后来的科学家们 继续在微生物的世界中寻找新的奇迹 而弗莱明和瓦克斯曼 这两位微生物学界的巨星 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充满悬念和转折的科学侦探小说 让人津津乐道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达尔伦和哈克斯利的逝者生存 和进化极变的理论之争 牛顿和勒萨热的万有引力和漩涡理论的较量 以及弗莱明和瓦克斯曼的青霉素和炼霉素的药物决斗 这些故事不仅是科学界的经典 也是人类思考和探索的一部分 在这个六度世界中 我们总是在寻找答案 追求真理 这些理论和发现 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 让我们不要固守一种观点 而是保持开放的心态 接纳不同的观点和理论 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讨论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 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理论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认同达尔文的逝者生存 还是哈克斯利的进化极变 你是否相信牛顿的万有引力 还是勒萨热的漩涡理论 你是否受益于弗莱明的青霉素 还是瓦克斯曼的炼霉素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